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六百七十七回 银发女子听了这话 知道对方所说属实 也不禁沉吟了下来 既然这样 难道不能将那魔器重新封印起来吗 林音平听到这里忍不住开口了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原先封印法阵都被毁了 而能够控制昆吾山禁制的画龙喜 在我离开的时候 也被此魔一掌硬生生的拍碎了 否则若是能抢到此法器 倒可以另行启动备用的法阵 再将这魔器镇压下去 但是如今 相知里摇里摇头叹了口气 这话一出啊 大厅中又陷入了沉默当中 既然有备用的法阵 以上古修饰的材质 不会真的才有画龙喜这一个控制法器吧 沉默不语的杭力平静的开口了 听了杭力这话 向知里倒是一愣 但是摇摇头说 的确既然有备用法阵 当年古修 是还准备了另一件控制昆吾山禁制的法器 不过嘛 这个法器和画龙喜不同啊 从上古时候就下落不明 据说呢 被藏在此山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知道他下落的 有昆吾三老的另一只后人 但是这只后人早就隐姓埋名 早就不知所踪了 我们到哪儿去找啊 哼 另一只后人 原来如此啊 那三个家伙还真够小心的 玲珑哼了一声 马上就明白了昆吾三老的用意 林音平和师雄听到这话 却均都露出了担忧之素 杭丽呢 同样眉头紧皱 却随口多问了一句 另一件法器是何宝物 难道也是一枚同样的印玺吗 这倒不是的 而是一块叫天经碑的碑石 若是此经碑在的话 就可以换出备用的法针了 天经碑 杭丽脸上不变 但是心中默然一惊啊 他马上想起了当初 在山门处得到的那样东西 上面的几个文字 不正是叫这个名字吗 几乎同时 他马上感应到了一道目光 在自己身上一扫而过 却是玲珑 仿佛不经意的望了他一眼 杭丽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呀 要是实在没有办法 你们先离开这里 那魔物没有数日光景 不会破开此空间出来的 趁这个机会呢 我纠集南疆附近的所有的修士 布置下一些大阵 暂时将这昆武山重新封住 然后再广腰整个大阵宗门聚集此地 这魔物现在还是孤身一人 就算吸收了魔器后 他神通再厉害 成千上万的修士 一起出手 也能够灭杀掉他的 至于那些魔器 毕竟是死物 大不了啊 将附近万里内 先化为禁区 然后再慢慢的想法的解决 也就是了 这相之礼呢 毕竟是化神奇的修士 几句话 就拿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出来 想到有此话 大有道理 就这么办吧 我回万妖谷 也向谷主禀告此事 这事情 可不是你们人类修士之事 我们妖族会派人 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师兄长出了一口气 颇为诚恳地说道 哦 若是贵谷出手的话 胜算自然有多出了许多 特别是贵谷的车道友 小老儿子修道以来 就一直久仰大名啊 可惜啊 数次奔赴都无缘相见 似乎车道友一直都在闭关之中啊 相之礼一听 大喜过望 万年师兄文言甘笑了几声 并没有就此回答什么 但是眼珠微转之下 忽然转头 冲玲珑恭敬地说道 玲珑王妃 我们谷主说起来 也是王妃昔日认识之人 她是 说到这里啊 这个家伙口中无声 嘴唇微动地传音起来 玲珑原本神情淡然 但是听了没几句 神色一动 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是她 我说她怎么知道 我被封在了镇抹塔下的呢 玲珑 喃喃的低语之声 似乎回起什么往事 眉宇之间 竟献出了几分计料出来 既然王妃已经知道 我们谷主的身份 不如先随在下 回万妖谷小住一段时日 我们万妖谷 各种灵秦异草 数不胜数 足可以让王妃 挑选一个合适的躯体啊 去万妖谷 没兴趣 过一会儿 我会重新返回刚才的空间 银发女子竟说出了 让众人差点都以为听错的话 什么 王妃还要回去 这怎么行啊 不错 不过我不是一个人去 这个人的辟邪神雷 对我有些用处 他陪我一起回去 玲珑看了行丽一眼 手指一点淡淡的说道 行丽神色一动 但随即面无表情 哎呦这个 我说玲珑前辈啊 莫非是开玩笑啊 何必要如此冒险呢 像这里诧异的瞅了 行丽一眼 也忍不住问道 一副同样 不希望此女再度复显的样子 我和你们不一样 我原本就是从灵界 真身降临这一界的 就算以后修为 恢复到了化神后期 也没有办法 凭自身能力二度飞升的 想要回到灵界 唯一的途径 就只有取回我的真正躯体 然后通过逆灵通道 直接返回 而这一次 我会先准备好 我们银族的天赋神通 要能靠近此魔 应该有一半的把握 抢回身体的 这个 我看王妃 还是再多考虑一下吧 万年师雄这个时候呢 露出了迟疑之色 似乎非常为难的样子 相之里也在一旁 连忙劝阻 阴发女子鲜鲜欲指 一尖头仿佛纯银般的头发 嘴角挂起了一丝激讽 哼 我知道你们想从我口里知道 逆灵通道的下落 怕我一去葬送里面 绝了你们的念头 是不是啊 一听到这话 师雄露出了尴尬之色 相之里却神色不变 哎呀 误会 误会啊 丝毫没有被说破心思的样子 好了 不管你们如何想的 当年通过此通道 下界的人妖虽然众多 但真正知道详情 恐怕还真没有几个人 逆灵通道在灵界 也不是普通修炼者 可以接触到的 所谓的逆灵通道 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 也没有更准确的位置可言 银发女子 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相之里和师雄的神情 都呆滞住了 杭丽目光闪动几下 仿佛呢 流行听着眼前几个人的话 但是神石 却悄悄的潜入储物袋中 暗暗的检查着 那块天经碑 一边的林音平 却一时之间 真的被逆灵通道的 密文所吸引 全神贯注的听着 不是真的存在 我说 千拜 这是什么意思呀 相之里心中啊 已经隐隐的猜到了些什么 但是仍然满脸凝重的问道 很简单 密灵通道不过是我们灵界 借助天之力 开辟出来的临时通道而已 此通道在当年送我们那些人妖降临人界之后 早就不复存在了 玲珑此刻冷冷的说道 没有逆灵通道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师兄却根本不愿意相信此事 口中急忙问道 你忘了 当年古魔界初始入侵人界 人界古修如联系我们灵界 进行求援之事了 传界香 香之里眉头一皱 不错 当初那些撤离的时候 自然是事先再次点此香通知灵界 再次打开一次通道罢了 不要说如今你们还是否知道有此香 就是有你认为灵界会为你们 寄给人再次打开通道吗 要知道每一次打开逆灵通道 消耗的顶接 灵时的数量 即使你们人类和我们妖族联手 也大敢吃不消的 玲珑的话 几乎粉碎了师兄的最后一点希望 那王妃你取回了本体之后 如何再返回灵界呢 香之里却抓住了关键之处 冷静地问道 我身为天魁狼王的妃子 自身又是银月狼族的公主 自然和其他下界修士妖族不太一样 在我真身和神念中 同时被种下了逆星盘的印记 只要我能回到躯体当中 再激发此印记微能 纵然隔着一届 族中长老为我设定的专门法阵 会立刻激发逆星盘正体之力 强行开启一条小型逆灵通道 接我回去的 而这个通道 只能供我一个人通过 其他人若想借此进入的话 根本就会把这通道脚的粉碎 当年要不是我突然遭受了 元煞圣祖分神占据身体 神念也被逼分离 早就可以回到灵界去了 哪儿还会滞留至今呢 印记 你 你手里的逆星盘 原来并非实体 我说传闻中此灵界的秘宝 为何威力比想象中的低得多呢 师兄望着玲珑手中的那块圆盘 有些失魂落魄了 想之里也脸上笑容尽收 神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任谁自己寄予数百年希望的事情 一下子化为了泡影 恐怕都是差不多的表情啊 行李在此时却心中警惕大声 身形悄然的后退了几步 他可不知道美梦破灭的他们 会不会做出什么疯狂之事来 难道除了进阶化神后期之外 就真的没有其他方法飞升灵界了 现在我们人界存在的灵犀问题 这王妃应该也知道 能够修炼至后期的可能性 几乎是没有的呀 师兄长叹了一口气 满怀最后一丝希望的 问向了阴法女子 当然不是了 除了你们人界可以打开的 逆灵通道之外 你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进入灵界 不过嘛 只是这种方法 是在理论上行得通 从古至今真能成功的寥寥无几 算是九死一生之路了 怎么 你们要听吗 玲珑望着两个人殷切的目光 竟然轻轻的笑了起来 一时之间呢 是媚态背声风情万种 让一旁冷眼旁观的寒厉 一阵的口干舌燥 一经啊 急忙运用起大眼觉 这才重新稳定下了心神呢 他心中不禁一阵骇然 自然要听 自然要听啊 就算是再危险 那也总比在这人界坐以待毙的强不是 相知里一听啊 精神一阵急忙接口说道 那万年师雄自然也是点头不已 给你们说一下 倒也不是不行 但是作为代价 我需要问你们两个人各借一样东西 好助我夺回躯体之用 这银发女子眼中狡黠之色一闪啊 什么 借东西 相知里和万年师雄都是一愣啊 不错 那口仿制魔龙刃的血刃和相道友还剩下的两张破戒符 听到刘龙口中之言啊 相知里一口答应了下来 而那师雄却展现了一丝犹豫 但是最终啊 一咬牙也点头了 这口血刃纵然珍贵 但和能够进入灵界的途径相比 此要自然清楚其中的取舍 片刻之后 两张土黄色的神秘符禄和一口半尺长的血刃出现在了玲珑的手中 此女啊 仔细地检查了这些东西 并单手呢 取着那口血刃稍微把玩了一下 雪光一阵乱晃之后 她才满意的一一收起 然后 从相知林等人说道 天下间能连通上下两界的 除了一灵通道之外 其实在人界还存在着一些天生薄弱的空间节点 这些地方的界面之力啊 远比其他地方薄弱的多 甚至本身就是身处两界间的某个空间裂缝中 只要有足够的外力 还是可以打通一条登天之路的 当年古魔界能入侵人界 也是凑巧 发现了这么一个古魔界和人界间的节点 否则那些古魔圣主就是神通广大 也没有办法轻易到此界来的 节点 相知里喃喃了一声 其他人闻言呢 也露出了沉吟之色 当然啦 这天下如此之大 这些节点不是如此好找的呀 想当年古修寻遍天下 也不过才找到了十几处而已 它们有的可以随时变动位置 有的点呢 则是固定在某个地方 但无论是哪一种 所有的节点破空的空间都极不稳定 是那种可能随时崩溃 又随时能形成的存在 孤儿大通的道路也危险至极 远非逆临通道可比的 而通过它们时最危险的不是隔界之力 反是因为这通道不稳定产生的空间风暴了 一旦被卷入其中 就是有再大的神通也是必死无疑的 不过这一点是你们今后在考虑的 如今嘛 最重要的是先找出这些节点的准确位置 我虽然说还记得其中几处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多半不是消失就是崩溃了 我看新的节点还需要你们自己去寻找的 当然在此之前我会将原先节点的位置 寻找之法和具体特征详细地告诉二位的 哦 那就有劳王妃了 师兄和向之里一听大写过望啊 更拿出了一个空白预检交给了银发女子 而此女呢 分别给二人复制了一份资料 就又还给了二者 林音平在一旁看着眼热呀 但是却不敢贸然上前也去讨要 好了 东西已经给你们了 以你们的阅历也不难判断他们是真是假 现在本非就要返回第九层空间了 你们若不想被卷入的话 我看最好还是早些离开的好 我可不能保证的骨膜 会不会趁机冲出空间来呀 向之里和师兄听到这近似逐客的言语 在劝说几句无果之后 也不再多说什么 各架起顿光而走 那么至于林音平看了韩丽一眼之后 也同样莫不作声地化为了一团荧光而去 转眼之间呢 这大厅中就只剩下了韩丽和银发女子两个人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67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78回 韩丽 此刻眼镜微眯望着此女眼都不眨一下 神色显得很是冷淡 此女呢 则望着大厅出口处 目光闪动不定 片刻之后 银发女子长出了一口气 这两个家伙还算识趣 没有留下神念刺探什么 现在可以把天经碑拿出来了吧 此女说着回过头来盯住了行李 你就这么肯定 我手里的一定是天经碑 若那物不是天经碑才怪呢 不要忘了 当初我部分元神可是你的气灵 也同样看到了经碑上的古文 这一次 你只要能助我夺回了躯体 我手里的小顶本非不再要了 同时 那件八灵尺灵宝也让给你了 通天灵宝虽然珍贵异常 但是在灵界 却并不是最顶级的宝物 不过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 似乎在我的印象中 你还有什么重宝 但却无法记起来是什么了 你是不是对我的分神动了什么手脚啊 玲珑说到后边 目光骤然一寒 前辈莫非是在说笑 以你的神念强大 我区区一个原因中期的修士 能动什么手脚啊 行李心中一跳 但若无其事的回答 哼 少装不知道的样子 你的气灵之约并没有解除 而我有一处和你有关记忆 明显的被封住了 看来 是和你身上另一件宝物 大有关系的 我倒有些好奇 到底是何宝物 在你的心目中 比虚天顶还要重要吗 云发女子冷笑一声 用不怀好意的目光 打亮起了行李 你知道又如何 怎么 难道想秦住在下 重新逼问一番不成吗 行李这个时候 脸色已经难看了起来 一旁的人形傀儡 忽然身形一晃 和他并肩站立起来 同时呢 身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荧光 行李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若是此女真的想对那小瓶子的事情 追根问底 说不得 只有催动气灵 看看能否将银月强行唤出了 不过更有可能的是 没有等银月苏醒 他就被此女给炖住了 毕竟啊 大家想想 那是化神器的神通啊 实在不是我们的行李 现在所能敌的 说不得呀 三五下就被对方拿下 这还是在对方束手束脚 不敢伤害她的情况之下 银发女子 听行李 如此反问道 脸上的寒意就更加浓烈了 一对绣眉 渐渐的倒树了起来 眉宇之间竟隐隐的 显出了一层煞气 行李警惊惊地望着她 刨袖中的两手 一只扣住了三眼线 另一只呢 则暗自地掐动法绝 同时 那人形傀儡 一只手上 也隐隐地浮现出 一张小弓出来 突出一声啊 这银发女子 花容绽放 忽然娇笑了起来 竟然露出了一副 让行李 熟悉异常的声音 银月 是你 寒了一呆之下 马上 尸声叫了出来 住人 你还真够狡猾的 竟在我和 龙梦融合之前 就将小平记忆 临时封印了起来 要不是 玲珑在里面的空间 爆裂中 神念大损 让以龙梦为主的神识 不得不陷入沉睡中 而我夺得了这句 神念之躯的主导权 重新解开了此封印 恐怕呀 还真要被你 蒙混过关的 银月笑着说道 封印记忆只是 你不是也同意了吗 否则 哪可能如此轻松得手的呀 在判断出了眼前的 玲珑的确是 银月神念主导的时候 韩利大喜过望 整个人也为之一松 虽然我拿回了主导权 但是 毕竟神念之力 远逊于龙梦 他只要略微休息一段时间 或者这句神念之躯再次受损 又会让他抢回控制的 好在先前 他虽然也发现 封印记忆的事情 但并未加理会深究 否则 这种简陋的封印之法 根本经不起认真破解的 主人真要保留小平知识不外泄 必须对我使用封灵之法了 这种封印密法 在我的配合之下 又只有封印有关小平的一丁点事情 足可以万无一失 除非你我一方出世隐落 或者正式解除了弃灵身份 否则就是在灵界 也应该无碍的 嗯 也只能这么做了 不过如此说来 你一旦夺回躯体 真能回灵界了 杭丽脸上的喜色见收 低沉的问道 并未提起此女为何主动相帮的话 我是不得不回灵界的 否则单凭龙梦一人 是根本没有办法 召唤逆灵通道的 而龙梦 我和灵龙 是一损皆损的关系 气灵身份 只有等你同样飞升灵界之后 我才有机会施展秘术 真正摆脱的 银月眼眸中 闪过了一丝异色 承认了 一时之间呢 韩丽无语了 主人还是先施法吧 否则时间可就来不及了 然后我用破解符 破开此处的避障 用血刃缠住那个人 主人就趁机潜入那里 将天经被激发起来 只要被用镇压住魔器 我就会用灵魂吞噬的神通 强吞行回到原来的躯体当中 只要能吞噬掉 元煞圣祖的分神 这就一切都好说了 银月很快地把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好吧 那我先布置一下 临时法阵 以防的二人 去而复返 韩丽点了点头 一翻手掌 顿时呢 手中多出了一叠法旗出来 然后一一击舍而出 一闪之后 就没入四周 不见了踪迹 一层青色的霞光 顿时浮醒而出 将小半个大厅 护在了里边 银月见此 一言不发地坐在了原地 韩丽呢 则身形一动 在银月对面 盘膝坐下 望着此女精美绝伦的脸庞 平静地说道 我要开始施法了 你要多加小心呀 一说完提醒之言 韩丽两手一掐绝 顿时点点的青光 从身上冒出 骨色的咒语之声 也同时出口 片刻之后呢 韩丽身上冒出的青光 刺目耀眼 彻底地将二人都照在了旗内 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分毫啊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咒语之声是戛然而止 却传出了银月的一声轻呼 随即青光一连 两人的身形重新显露而出 那婀娜的身影正单手按住额头 欲容引先一丝痛楚之色 怎么 没事吧 韩丽眼中隐隐地现出了担忧之色 急忙问道 啊 没事 秘术很成功 就算龙梦重新抢占了主导 也没有办法解开此封印的 试不宜迟 我们走吧 不知道龙梦什么时候重新苏醒的 还是抓紧时间 进入第九层 引发女子摇了摇头 神色略意恢复之后 冲韩丽奄然一笑 一时之间的此女笑容 似初战强威 娇柔鲜艳一场啊 韩丽宁神望了她一眼 确定 银月真的没有大爱之后 才略微犹豫地点了点头 于是二人起身 银发女子手一扬 一道黄色的符路 直往虚空处 接涉而去 结果在高空中 灵光一闪 顿时一片黄霞爆裂开来 一面透明的空间屏障 就凭空显现而出 一道雪光 展在杖壁之上 早就蓄势待发的行力 单手煽动三燕扇 三色火焰和一道巨大的剑气 也就接连喷出 人形傀儡手中的雷火弓 也随之放出了漫天火花 积在了同一点上 终于啊 杖壁一阵扭曲之后 被巨力强行击溃了 一个硕大的孔洞 顿时显露出来 同时鼓鼓磨气 蜂拥而出 银月一声娇斥 身形就在一团雪光包裹之中 飞顿而入 杭力背后风雷翅一盏 也在银湖中是 瞬间进入了此空间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卷听85.com 杭力的身份刚一现行啊 无数的魔器就方滚卷来 眉头一照之下 另一只舌扣住的圆缸 顿时也从袖中飞出 一晃之后 一层银色的光照 就把它护在了里边 漆黑的魔器 一接触到此照 表面立刻就发出了 滋滋的侵蚀之声 让护照灵光 顿时暗淡了一份 看到此景啊 杭力眉头微微一皱 当年 他深入无边无际的 万丈魔渊的时候 那里的魔器 都没有此地的可怕呀 可惜的是 辟邪神雷所剩无几 这袁刚顿 所画的防护照 看起来没有办法 在魔器中坚持太久 只能是速战速决了 心中如此想到 杭力的鞋撇了一眼银月 此女呢 现在被那雪刃所画的 雪光笼罩其中啊 魔器附近就是翻滚不停 无法过于靠近 看来此女向了师雄 借用此刃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之事 银月召唤一声 就直接向空间中心处 击舍而走 杭力则身形一晃 往高空飞去 同时顿光渐渐消失 隐匿其他的行踪 这个时候 远处祭坛方向 传来了银月 几声娇笑 接着数声狼嚎传来啊 再接着那黑甲女子 冷冰冰的声音传了出来 哼 你既然还敢回来 也正好 本圣祖 就要将你魔化掉了 随着此话刚落 爆裂声随即大气 寒力精神一震啊 顿时朝原来的祭坛 悄然飞去 片刻功夫 他就出现在了厚厚的云层当中 向下冷冷望去 此刻明清灵悟的神通运转到了极点 在没有被那圣祖分身特意隔绝之下 即使隔着漆黑的魔器 仍可以将下方情形 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在原本祭坛所在的地方 多出了一个百余丈宽的一个黑骷髅 从那里面呢 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着鼓鼓的魔器 其里边是黑乎乎的 是深不可测 而在这个骷髅上方呢 一团血光和一团乌芒是交织闪烁不停 而两者不时的发出阵阵的爆裂之声 掀起的巨大灵压 将附近的魔器都吹得是翻滚不停啊 犹如两条恶龙争斗不下 翻江倒海一般 一时也看不出到底谁占据了上风 韩丽见音乐并无大碍 心中呢稍微放心了一些 瞳孔蓝光闪动之下 朝远处仔细观察起来 虽然先前的空间爆裂 将祭坛彻底的摧毁 但是呢特殊材料制成的两座石碑 以及材料的特性应该不会轻易消失的 而其中一座石碑 应该就是激发天津碑用的 韩丽没有多费什么时间 片刻的功夫就通过透视 在一堆碎石下先发现了两块石碑的踪迹 其中一块呢还镶嵌着小半画龙喜的残骸 另一块则完好的躺在那里 韩丽心中大喜过望啊 扫利眼仍在争斗不休的黑芒和血光 当即再次运转了一遍收敛之法呀 将气息收敛到极点之后 悄然的向下落去 下落过程悄无声息啊 争斗的魔物未曾发现分毫 等双族稳稳地落在一片碎石头上之后呢 韩丽单手一翻 手中多出了一只玉如意出来 光辉照耀之下 光照上一层微弱的黄光闪动 韩丽整个人就诡异地陷入其中 当他一把将那石碑抓到手中之时 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几分啊 韩丽一点迟疑都没有 神念一动 腰间的楚带中 以蓝色光团飞射而出 正是天经碑 看着这只有半尺来长的东西 韩丽将玉如意往头顶一抛 单手虚空一抓呀 就将此物吸到了手中 另一只手呢 抓紧了石碑 凌厉地就往蓝色石碑中注入 石碑微颤之下 通体灵光闪烁 显得是艳丽异常 韩丽凝重之下 将此金碑往巨大的石碑上轻轻一押 顿时石碑犹如豆腐一般 金碑就无声无息地没入其中啊 还没有等韩丽面露喜色 一变顿起啊 石碑一下子亮起了一层蓝芒 随之那是重入万斤的向下一层 竟直接地脱离了韩丽手掌 直坠而下 半截石碑一下子就陷入了地面之中 直直地树立着 而上半部还发出嗡鸣之音 黑洞上空骤然 响起了一声惊怒的爆喝 韩丽心中一领啊 想也不想的 冲圆刚盾一点 光照狂涨数倍 几乎与此同时 一道黑色光柱一闪即逝地激捨而至 一声巨响过后啊 巨大的光团爆裂开来 大片黑霞瞬间淹没了石鱼杖的范围 乱石在黑光中飞快地泯灭化为了乌有 银色光照被黑色拢在旗下 寒丽在黑光中啊 乱缠不停 银黑两色格外的分明 寒丽脸色微变 一连树道法觉打到光照之上 顿时光照表面变得光滑异常 大半黑色竟被一划而开 银照总算是重新稳固了下来 而远处的元煞圣祖分身只来得及放出这一击 就再次的被银月缠上了 否则再来一两击 这护照肯定是崩溃无疑啊 但如此一来呢 那双手黑狼狂怒异常 不再躲避银月攻击 口中是黑光连连 带着附近的魔器翻轨数丈之高 齐往银月身上卷去啊 衣服不惜再次元气大损 也要先击退银月的样子 但是现在这么做吧 显然是有些迟了 地面上突然传浪了一阵 惊人的剧烈晃动 各个角落中数十道光柱 发出惊人的轰鸣 拔地而起 化为了数十丈之高的巨大的石柱 各个石柱通体灵光闪动 表面的同时浮现出颜色 各异的粗大的灵魂 但是并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空间中原本弥散的漆黑的魔器 在那些灵魂转动的同时 顿时飞蛾扑火一般的 纷纷往上市狂涌而去 同时在黑洞高空处 浮现出无数纤细的光丝 一根接一根密密麻麻的 如同支柱网一般 眨眼之间 一个光芒闪烁的巨大的灵团成形 体积之大仿佛小山一般 杭力见此情形 自然知道备用法阵已经启用到 不加思索地 继续将灵力往石碑灌注而入 石碑上的灵魂马上随之粗大起来 吸大魔器的速度可是更加的惊人 几乎在几个呼吸之间 整个空间的魔器就被吸纳得七七八八 纷纷在没入石柱中不见了踪迹 如此一来呢 原本依仗魔器和银月对峙的双头黑狼 反处在下方了 黑盲中啊 狼嚎不断 却为那雪光是给逼得节节后退 杭力心中一松单手掐掘 对准石碑又一个法掘打出 石碑发出了一阵低鸣的嗡鸣 随之悬浮在祭坛上空的乳白色灵团 气势汹汹地往下一落 尚未接近黑色洞口 那股惊人的灵牙就让还在缠斗中的双手黑狼大吃一惊 顾不得再和银月纠缠下去 冬光一起呢 就要往外遁去 银月冷哼一声 身形一晃之下 竟然在原地凭空消失不见 而灵团一落后 这乳白色的光辖刹那间布满了整个洞口 灵光收敛之后 那黑洞啊 竟然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原地却出现了一层晶莹异强的杖壁 将魔器重新封印在下 那原煞圣祖分身所画的黑狼剑祠 自然知道大为不妙啊 但是目光一扫 立刻落在了封印旁边的那块石碑上 使用过这画龙喜的此狼 几乎马上就猜出了其中的奥秘所在 当即脸线凶狠啊 狼手一声低吼 狼区就在黑盲中模糊不清起来 随即身形移动 竟然同时化为三条一模一样的狼影 直奔寒厉和石碑 扑来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679回 第3章回饭 至于 当即可